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是多少,10亿韩元啊,10亿韩元的买入赛 德万JQ枪口味加注到2000万 炮腹老板应该是一个call啊 哦,300,300到5500万 那德万这个牌说实话,他会比较难受啊 看后边没有什么好牌,那现在轮到德万啊 德万这手牌,其实讲道理会非常难打 德万应该是选择call啊 其实德万这个牌是领先于炮腹老板的 踢脚正好比炮腹老板大一点 但是局势上边德万很难打啊 翻牌是A35,那基本上炮腹老板会开一枪 哦,炮腹老板是买花啊 那这个底池基本上炮腹老板拿下了 哦,炮腹老板没动 花顺双抽,现在炮腹老板 德万现在一看着,看着他有点不太想要这个底池了 多圈这牌被三败的很难打啊 应该会偷鸡了啊,这牌要偷鸡 其实flop也可以偷了 这时候德万击中张勾,这不太好说啊 可能这里边德万会call一枪啊 因为flop没打,转牌我击中勾了 这时候可以跟一枪 因为这时候不是太好确定对方有没有这张A 虽然炮腹老板很像有这张A的范围了 要不要跟 这枪跟了,其实如果犹豫了露出一些马脚 你就觉得你跟的非常犹豫啊 露出了马脚你就可以气啊 因为别人可能看出你犹豫,老万合牌没有牌也会打你 然后这个牌合牌也很难跟得动啊 咱们还是要看啊,看看德万怎么选择炮腹老板 炮腹老板没有买中他要的任何牌 现在只有偷鸡一条路可走 德万的范围比较宽啊 其实这时候还是值得偷一枪的 啥意思 炮腹老板,时间有点长了 赶紧下个柱 这个牌没有什么太多的摊牌价值 三拜特底持一个Q还确实不算高 我拿出一张黑的,应该是十万啊 一亿就是一亿汉元,十万刀的美元差不多 等万在祥福老婆没打,转牌下注是大概下七千五百万吧 然后盒牌下注一亿五千万 这是不是有真牌了 三五十五四,二分之盒牌下二分之一底持多一点 其实这手牌主要还是翻牌前GOKU不应该不立位置啊 德万还是没尽啊 看转牌德万,老板笑道啊 这手牌的问题出现在flop,不应该去尽三拜特 GOKU这个牌太难打了 GOKU在枪口位其实可以不玩到 其实看出来转牌德万靠子就有点 靠子有点不是很开心,有点别扭啊 好,看看牌啊 新牌一样一张,没有作弊啊 其实没人看着玩意儿啊 但流程啊,这么的也能防止人 就是有些人他要作弊的话 他心里也怕这么着被谁看出来 万一有问题啊 看似是流程其实都有一定的必要性 今天听了听那个指环王拉塞尔 NBA得了多少枚冠戒指 是不是实际没有 我忘了,没怎么介绍他说多少枚戒指 我以前看过 看看他们,我就发现看他的故事 我觉得鹰木花道的原型是拉塞尔啊 我一听,都说是罗德曼什么的 但拉塞尔他当初就是不会打篮球 篮球规则都不懂 就跟鹰木花道一样啊 而最后他防守特别强 教练看他篮球技实在没有基础 我让他就专注于防守 结果防守特别强,篮板王 怪物中的怪物 张伯伦都在他手下吃饼 张伯伦就是个怪物 什么100分50分30个篮板这种的数据 50分30个篮板都是常规操作 这种人被拉塞尔压的拿不了总冠军 这拿一个总冠军吧 看这手牌吧 这手牌来了来了 这是德州普克史上最大的一手 一手牌啊 一个敌尺啊 这手牌是枪口卫斯揣斗吗 C.O位起的瑞斯 C.O位起的瑞斯 德万是小盲卫啊 其实这手牌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因为小盲卫 我前面视频也总说过啊 就是小盲大盲卫 最容易三 对装卫和C.O位 这两个位置三拜的 知道吧 这两个位置因为最好吗 小盲大盲卫 就是 因为你们的位置好 弯牌范围宽 所以我攻击你 但基于这个前提下啊 A.A.A.这里边 炮弗老板是 自揣斗 这牌夹住到三亿两千万 这K.Hill就没有玩了 这牌跟前面第一手牌的Go K.Hill有些类似的 那这手牌 那这手牌其实德万是怎么想的呢 德万是他在大盲卫 去抢C.O位的 有机会就抢这个底持吧 进攻C.O位 然后这个时候炮弗老板 进攻德万 德万会想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范围比较宽啊 我这时候三拜的范围比较宽 你特意针对我德万 你来了一个 四拜他 德万心里想的 你怀疑我去特意针对C.O位 所以你对我进行了一个 四拜他 有可能是一些隔断牌啊 有张A 有张K 什么的这种的 不是特别好的牌啊 比如A10 A3 什么的 同色 A3同色什么的 就是有隔断牌这种的 你知道吧 德万会这么想 德万觉得他是 就是那种有点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边针对他 你可以把这手牌不理解为AQ啊 你可以理解为 德万这是个QK啊 或者就是GoQ这种牌 他做了一个三拜 玩德万想 觉得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拿一种什么不太好的牌做了三拜 然后你四拜我 这就是德万系里边想的 其实AQ这种牌 咱们前面也说过 他面对三拜的是防守三拜的 他自己主动做三拜的 他面对四拜他会非常难受啊 就是咱们常说的 其实我的视频一再强调一再说的啊 就AQ勾勾这种牌 他面对四拜他的时候 或者面对allin的时候 他是一手非常棘手的牌 但是这是面对好的牌手啊 你要面对那种特别差的牌手 特别凶的什么牌 他都有张A他就认为好的牌 A实就认为好的牌 就可以给你打allin的牌 他就他的理解里边 顶对就是非常强的牌 那你肯定可以拿AQ勾勾这样的牌 和他打allin的 但是你面对好的牌手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用A10A勾这样的牌 去和你打allin 所以你AQ这手牌 如果被四拜的或被allin 你就会非常尴尬 现在得万就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 排手AQ 说实在的 这手底持还是忧郁 太大了 这手牌有死揣斗 玩有三拜有四拜的 底持已经来到了43万美元 这个底持也非常大 如果得万尻尽去 这个底持就 就来到了60万美元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底持了 其实AQ一般 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对方 你就平尻防守 但是这手牌 你尻尽去 这个底持也已经 非常庞大了 这里边现在不到得万后手有多少 得万其实就是在想炮铺老板是不是在针对他 是真有牌还是针对他 你在这得责 哈哈 实在是没法判断 其实不是得万不如原先厉害了 你知道吧 是其他人的水平现在提高了 就得万现在他玩的水平 其实比当初他玩的那个高额德州那个桌子 比人们的普遍水平提高了 那时候得万由于在高额德州里边 他是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有点创新型的打法 你知道不 新出来一个这么人 特别凶 而且都排能力特别强 而且无比的雄悍 大家打的都有点不自在 没见过这么凶的人 还是 他选择凹令啊 还是对手牌吧 手牌因为我知道结果了 秒靠啊 其实 因为底时本身也比较大了 或者得万觉得是 想打一些炮铺老板的气牌率 你知道吧 如果他是一些什么 比如也是那种不太好的牌啊 就拿A的隔断章 咱们前面说的 就针对得万的牌 争取吧 一些牌有些牌能直接打走更好是吧 底时那么多死钱 要是跟了就很可能 得万是落后的 就是这样啊 235万刀 这是德州普克史上最大的一个底池 得万现在落后 哦 死牌了 只跑一次啊 这么大的底池 只跑一次 其实这手牌我刚开始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完全说得万打牌打的 不太对你知道吧 我记得我是当初那么说的 当初有点其实第一遍看 没看太明白 只打力场了 不玩了 这输的实在太多了 100万 100多万刀输了 我觉得得万这AQ是吧 有300 你300了 别人还敢对你做400 你这个牌就是AQ 就你没有必要去玩一个400的底池 而且他其实跟的也不算特别多 你知道吧 加注到就10万刀吧 10万刀多一点那样似的 损失了这么多的钱啊 但是你要站在他们这种 彼此勾心斗角的视角 你知道吧 他会觉得炮弗老板在针对他 所以由于底池也特别大 这个Olin就是因为得万觉得你在针对我 我Olin想迫使你能 你要真是针对我的话 你可能这个你的牌跟不跟不了我这么大的Olin 我就会白拿这个底池啊 你不跟就损失了一定胜率吗 我白拿一个这么大的底池 所以得万选择Olin 其实说白了就是得万判断错了 得万上手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啊 想了三分多钟 三四分钟 绝对不是一个 一时情绪化做出的牌啊 他是经过自己 就是自己比较好的判断之后 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其实这手牌如果你站在真正牌局的视角 AQ确实没有必要去参与啊 他没有位置 这手牌尻也不太好 Olin这AQ这牌面对四拜特 四拜特如果是真牌的话 真的四拜特的 有四拜特牌里的牌 那AQ他其实很难领先啊 四拜特的牌里就是 AKK QQ 差不多这种牌啊 生涯的牌都其实 不是才具备四拜特的牌里 这把 这把 这把AQ 这就是啊大盲卫对庄卫啊 其实大盲卫容易对庄卫进行那什么 但是AQ 但是AQ我还是觉得其实AQ面对庄卫的三拜特 能四拜特去打的话也没有那么好啊 就是比如庄卫尻尬你了是吧 庄卫就是庄卫和盲注卫是一种互不信任的 他俩互不信任你知道吧 都不相信对方 这种牌AQ 你一旦 就是别人靠了你 因为 多数发牌你还是 你击不中什么东西的 有相对多的 可能有七成的概率 你击不中任何的东西 像这种牌 其实AQ呢 他四拜特了 肯定要打出来啊 因为这种牌 假设 就是 库卫下注了 AQ你很难弃掉对方 你既然很难弃掉 你不如自己主动打出来 对方还有弃牌率 而且你通过下注量 对方 跟或不跟啊 你能更好的判断 对方有没有牌 要不对方下注 你也不知道他是 偷鸡啊 还是右牌吧 所以这个牌 就主动打出来 这牌可以下个半吃啊 反正根据情况 你再决定怎么做 怎么做 你觉得可以半吃多一点 太小了 你会觉得因为四拜特 实在和这个石钩 很难有关系 你知道吧 四拜特 下太小了 觉得没人别人都会瑞死你了 也差不多吧 他这我觉得还是 稍微偏小一点吧 但其实下了 三分之一底池啊 三分之一底池应该也行吧 我是想下的重一点你知道吧 这个还是 还是打的简单点 对方跟了可能 后边发不出对自己有利的牌 就偏向于放弃这个底池啊 就打的简单干脆一点 因为毕竟这手牌 其实对方打自己要跟一条鞋的 两高张买最大的顺子 又是一张十 其实炮弗老板 其实我还是觉得下车有点小了 这 这时候他判断也不是特别好判断 对方有可能是AK AK也会跟他一枪啊 说实话 确实 确实不太好办啊 但这样的其实炮弗老板也是放弃这个底池了 重一点怎么输 确实有点不太好办 就是我前面说的AK 还是你可以正常的 装位起 正常起瑞斯 你三贝特装位啊 装位三贝特 你要想防守的话 可以尻啊 这手牌在没有位置并不好打 反正就是一枪的事 可能我觉得Flob还是我说的 像二分之一比十或多一点会更好啊 如果你下的 因为你下的轻 对方跟起来也比较方 也比较容易啊 你下的重 对方毕竟会要想跟这么 跟这么多的筹码 筹码啊 然后他可能会露出一些 他到底就是 你看他是有点害怕了 还是有点很自信啊 更能看出来 玩你在转牌 你更好决定自己怎么做 就是把牌打得简单一点 别下的很晓得住 玩对方很容易跟 你下完住之后 你也不知道现在场上 是个什么情况 对吧 咱就尽量把牌打得明一点 没位置 干脆一点 重一点对方跟了 玩转牌 要真的觉得 对方跟的也比较自在 转牌对咱们没有优势 这个底持就不要了 因为Flob底持没那么大 其实你下的大 也没有 也没有很多 在不立位置打牌 还是最好打得简单干脆一点 一生 Has a big one 那生- it's the big one 那生- it's the big one 那生- it was McKiddish 那生- it was the big one 那生- there's a big one 那生- to the big one 那生- it was the big one 那生- it's the big one 那生- then I just figured in one - one you just get a fucking torture 装卫和小忙大忙 我就是一个要抢忙一个要防守 这两个就互不信任 装卫容易抢忙 小忙我要防守我的忙住 大光头70 这是正常可以防守的牌 咱气了也没毛病吧 就是你要想防可以防 你要不想防也可以 看看翻牌 清徐这个牌你要说 他确实有点偏向于不好 但是确实是你大忙的位置 是可以防守一下的 我觉得咱们要玩牌吧 你玩一桌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要是别人装卫抢你忙 你可以防一下 你要玩多桌的就没有必要 其实德州骨科玩 你要玩一桌的话 你很难控制自己的入持率 你玩着玩着就会忍不住想打 玩着玩着就会忍不住想打 我刚刚看着他没意思呀 尤其有时候你不打的时候 再发出你的牌 你上去是什么按三两顿顺 顺子 你没上你又有懊悔 所以你就控制不住自己会打得多 入持率会变高 9999正常就是尻啊 枪口味真的99没必要去三拜特枪口味 尻就挺好 但是一至三这个牌说不定倒是反正 哦大王的牌是三拜特 那这样是的 哦这个三拜特非常的大啊 其实还挺冒险的 这把枪口味的牌确实不强 这个人叫什么 尼斯车 反正这个人他还是 感觉还是挺稳的那种牌手的 枪口味进来 这把就33不太强 加的有点大 跟不跟 正常的如果不是这么大的话 其实33都会跟的 但是有点偏大 看他怎么样 会不会跟 因为33就是装个按三去 因为底池也挺深的啊 都是10多亿 我还是选择靠啊 我们来看看翻牌 能不能发出个3再发出个9 哦发出这个牌 两个人看着都不太舒服 但是大光头这打一千块 拿下这个底池 大光头有位置 这种牌就是主要 大光头有位置 你知道吧 如果这种牌33有位置的话 33就有可能拿下这个底池 哦 33还真的是有位置 那33有可能拿下这个底池的 他要不要这会偷啊 他其实这会可以 他这会可以下注 他这会儿如果打的话 大光头第一枪会靠他 看转牌发出什么了 发出4 这下事儿的还真的33也没有那么好偷啊 这里边大光头肯定会跟他一枪的 如果发出什么高点的张 33容易偷啊 这边还是偏小 这张4也不是发的 就是不是发的那种什么八九啊 也不是那种和石钩有关系啊 33也没敢动啊 其实石钩也不太容易和大光头有关系的 这个石有点不是特别好偷啊 可以演石 但是别人不一定信你哦 演一个石在控石 其实有石的话转牌很有可能打一枪的 有位置的情况下啊 这种牌没有偷都没有动啊 都有摊牌价值 觉得其实33也是觉得 咱们这有点商地视角的一手牌 其实33也觉得你如果是AK AQ对我300是吧 然后你也都没击中这个牌是吧 33还有摊牌价值 咱们这牌有点商地视角的 因为站在33的角度 说偷鸡偷鸡 还是比较容易偷 因为石钩真的很容易发出和他相关性的 一打99就有点扛不住两枪 有些商地视角了 对吧 好了 那这部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